明廚江振成在料理台上大秀厨艺 他的餐厅也获得米其林一颗新荣耀 就位在大直乐群二路上 而这条路竟然就有四家米其林餐厅 堪称全台信心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连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艺人林志颖都住在这条路上 有名人加持下乐群二路这栋豪宅 顶楼户双双成交总价破亿元 刚性的产品 使不了自用型买家的眼泪 我认为说价仍然是未落敌 虽然豪宅市场只有零星买器 依旧惨不忍睹 但一般住宅的自用买盘 因为农历年前抑压的买器 在年后地延出荣 带动三月交易量 跟一月相比成长了百分之十六 其中双北交易量成长超过一成 桃园新竹增加三成 南部则是小幅成长 我所破的刚性的自用型的买盘已经进了 第二波的自用型买盘 仍然在含泪 也就是说市场里面的价格里面 可能还要再下修 才能够符合所谓的刚性的 自用型需求的买盘 房市虽然还没落地 但专家认为已经在盘跌了 房价还没落地 建商今年恐怕还是得含泪 再降价才有办法再度逼出买期 三立新闻林松平邱思琳 台北报道